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官赐福 福星请来了 您本身就是个大福星 所以马师傅 先给我们观众拜个年吧 好的 各位观众 新年好 大家新年遵报 还有家庭幸福 但是这个风水师拜年也没有什么新鲜的词 有点你们专业的这个拜年的话没有 没有啊 一般什么风水啊 都是一般普通的名气已经够了 普通的 普通的 只要从它的金口出来就跟我们一般拜年不一样 好 那我们还听点这个桃花的 这个美女拜年 我们要绕点成语什么 祝大家虎虎身风 在今年虎年不要被虎 不要被虎住 台湾的虎不要被虎住 不要被骗 不要被骗了 马师傅 你这个今年我们容易被骗呢 受骗上当 今年不会 不会 不会不骗 怎么不会的 因为今年是坕人吗 坕就是一个 坕银 坕银银银 坕银活铃了 这个坕就是那个敬义的代表 敬义 坕fol 지� 敬义 敬义 进义 义气 义气的代表 正义的代表 正义的代表 对啊 坕就是正义的代表 对 银呢 银就是一个木 木就是挺直的嘛 往上 挺直往上 挺直往上 所以我听说 天是什么 地是木 天是什么呢 天刚就是金 地是木 金科目 金科目是好 因为金科目 木就是财 今年就建财了 今年能挣钱 你知道李昂最大的一个投资外商 他们每年都有个所谓的风水的 一个叫做风水指数 他们就说因为走金木 所以明年横指 他们说两万六千点 真的 能发财 马师傅我觉得也可以到中南海门口去走 因为我发现他对国家大事 很多我们成国观众都很关心 又经历了2009年金融风暴 我看到你写的文章 先是讲国家 说是2010年虎年 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对 有这样的预言 对 因为从国方面 不论是从悬河和这个政治环境 也是看到那个国家一年一年比一年好的 因为从金融 金融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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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时候 拿着美国 低层 让我们中国 这个台阶 能够再上一届 这是你的看法 还是根据你的这个理论推导出来的 这个理论和看法 理论和我的看法 是一致的 因为去年去年的确是不好 因为武王在北方 武王 这得看看 他的这个门派 您是用什么 用一种叫悬空的东西 悬之又悬 众庙之门那个悬 对对对 空就是空间的空 空间空 我们导演给看看 这个什么叫悬空 好家伙 这是123456789 各个方位都有星 对我们就是用九个数字 来代表那个每一个方位的解空 就是说他这张图 你哪怕是放在一个房间里 也可以看 你只要告诉他房间东西南北 那就知道这个房间 急凶的这个方位 那你用来把这个看成一个中国的地图 那你就能看出国家的 这个方位的急凶 对 这么好用 这个什么庙啊 这个很行 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我刚刚关心桃花了 你知道吗 这个我看那个很多秘密大师说 我今年猴啊 是冲太岁的 就是属猴的 属猴冲太岁 而且我听到一个最可怕的一个诅咒 他说今年不结即分 你说我该不该交男朋友 什么叫不结即分 感情方面不结即分就是 不是结婚就会分手 那我该不该交男朋友 男朋友交不到一年 不可能结婚 那我一定会分手 谁说那么交不到一年 不可能结婚呢 我没办法 真结婚的那个往往啊 三月就结婚了 要是一年还结不成 有一辈子也结不成 马大师哥我们说说 有特别关系 属猴的是不是 桃花不行啊 这个不一定的 因为属猴的 虽然就是冲太岁 冲太岁就是说你的运行呢 比较反复 样样事情变化很多 变化很多 变化很多 你能够讲到这个变化的情况 那一定也要它的成就的 那在风水方面 哪一个方位是管桃花的 我可不可以在那边站一站就 西方吗 不是说 那个数字就是一 一 一就是代表桃花 一代表桃花 你看那边 怎么还是贪狼啊 贪心的狼啊 水星嘛 水星 水星桃花 这是一郎 一号的桃花 就是在西方 所以今天的西方 就是桃花生 大家要是想找男朋友女朋友到西边去找 往西边走 还想找外围人吗 西边 西边很好找朋友 因为金水 西方属金 而且加这个 加了一百水 就金水 我们常常说金水桃花 是最旺的地方 所以今年的 西方 那个桃花是 麻烦的 我可以调纽约特派吗 直接到美国去住 阿富汗也可以 阿富汗也在西边 派你去阿富汗 靠着阿富汗 但是你看 咱们要是从全面的大局来考虑 好像我看你的分析也讲 说中国确实经济会很牛 但是好像说在华南 就按照你这个方位 他说在华南会有天灾 比较大的灾难 有没有这个说法 华南是 在西南方 西南方 今年就是不太好了 西南方这几年 已经大地震过了 大地震 技术还是不好 你看我们看这个叫 在西南方五 灾温星 连珍 这就是什么意思 这个灾温星就是 有灾祸 这个是 九个星中最不好的一个星 他就 今年就在那个西南方 所以西南方 今年就 不太好了 不太好 对 那么整体上讲 这个2010 这个国运怎么样 会有什么大灾大难的吗 打灾大难就是 国部分 就是向好的多 向好的 对 总体这个虎年 中国还是很好 因为今年就是 四 四 四 在北方 四在北方 四在北方 四就是那个文昌事业心 文昌事业心 文昌事业心 对 就是以前我们在风水书就说了嘛 一四同共 B局 Forge 那个Forge就是事业很成功的 科举 科举 就是考科举 考科举 文昌心是管这种学业 以前都是要办这种文昌大学 才会考得上 那现在到我们北方嘛 就是今年就一定是很好的 一定是很好的 那么像是这个 我看你还说到一些政治上面的这个情况啊 说是好像他都能算这个贪污腐败 真的 就是这个贪污腐败会闹得中央领导人很头疼 对 有这说法 有 这个就是我们好像前两天就是立春 立春 立春 2月4号立春 2月4号立春 这个立春的意思不太好 因为是义游 义游就是上墨下金 义就是可以代表我们国家的领导人 这个义游就是下面就是金 下面是金 金刻墨 金刻墨 就是有一些人在下面 做了 脚的按动作 搞小动作 搞小动作 比如说贪污腐败啊 他贪财嘛 就金嘛 是吗 所以就会令到那个国家领导人很头疼 不过他因为这义游就是在人月 人月就是墨很旺 所以不怕他们搞 所以国家领导人当然也不怕 他们搞点小动作 真的做的 没事的 枪枪三月一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一说请这个香港的这个风水师傅来讲一讲 我发现网上问什么问题的都有 甚至现在还有的人问问题 说大师啊 我往哪个方向睡才能买到火车票 这边春运买不到票 他不睡才能买得到 我就占税了吧 我就占税 我就占税 才能够把东西 真的真的 这样税哪里 我看不睡才买得到吧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有些办法都有些招吗 你看又婷你觉得你觉得这马师傅拿的这些东西 你想不想知道 当然想知道每个看起来都都好像挺有功效的 哎 你看这是干什么的 那我们刚才说啊几个数字 嗯 就不吉利点 不吉利的 比如九个数字最最不好的就是五王 嗯 五王五王 五王就是一个扎云性嘛 这个扎云性是土生 是 这个土生呢就是啊 最不好的 这个就是可以画那个土生 六五王生 那比如说他是在西南方吗 他是西南方 西南方是不是把这个就摆上去吗 放在家里的西南方 对对 放在家里的西南方 就会画这个啊 五王生 哦 因为因为五王是土生 这个是金 金生土 土生金 哦 就是可以画他的类气 画掉他的利气 利气 哦 有这个道理 那那这个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白玉寇 白玉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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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不是周玉寇 白玉寇 白玉寇这是干什么的 这个白玉寇是因为我啊 你看到在在这个我们的图纸上 九个方位吧 嗯 就是呃 现在是白玉 白玉 哦 还是白玉 现在白玉 白 白 在中间嘛 在中间 白 左腹 财运星 啊 比如你在呃 西南啊 西白啊 还是还是在东方啊 这个没有白 这个没有没有白 八的数字 哦 这个是当忘的数字 是 我们没有没有就 就帮他帮他 帮他一把 就这样 哦 就八个八白 哦 八个哦 就有有有有 就没有八的地方 摆上八个八玉寇 去帮忙他 帮帮 让那个方位比较旺一点 正旺的 嗯 哦 这样子 还有这个葫芦呢 这个葫芦是化病符了 二 二星 是病胡星 二是病 二是病胡星 咱们看看这个二 是在什么方位上 这个是不是 在二的这个东北方向 对 容易闹病 闹病 就是健康 不好 那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放这个葫芦 啊 就可以 啊 令身体 比较健康一点 身体比较健康 身体比较健康 那就在家里的时候 人少去那东北角呆着 是吗 哈哈哈哈 这个对了 这个如果你的说法啊 或者长啊 把这东北方 那那那你生病的机会 就会高一点的 哦 那你说现在这个过年呢 过春节啊 家里边应该摆些什么会 比较能够挡灾啊 或者是起伏啊 是 啊 一般啊 如果你在家里 摆了太多挡灾的地方 人进来的时候 会很怕的 没看懂 但是一进看 哇 你家里摆了这么多东西啊 嗯 那那天虎啊 那种东西 那人家又 在心里负担很大 那怎么摆才会恰到好处呢 应该怎么选 那最好就是啊 摆出来的地方 人家好像是装饰啊 和是啊 没没特别 看起来像是个装饰 对 不会觉得是特别的东西 嗯 那比如说呢 比如说 比如看这个 多漂亮啊 放下去 在五光地方 哦 就比如这个 就看着像是 本来家庭的一个 很美丽的装饰品 上面可以挂挂 什么项链 耳环之类的 怎么怎么 怎么还有这个这个八卦呢 哈哈哈哈 是是是 嗯 呃 如果是要呃 张晕的话 新年代在那个东方 嗯 东方六百 六百这个权贵 这个贵人性了 是 你可以呃 增增加这个呃 贵人率的 可以把一些呃 把一些呃 那个招财的东西 啊 比如是皮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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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不很东西吗 嗯 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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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个 皮球 就是一个长得像是猫 猫又梨的一个一个动物 他是非常招财的 这个动物 这个动物 还叫贵人哦 有这说法 哎 你说这个呃 前不久啊 这个大陆还有一个新闻呢 我就说现在大陆很多 这有些政府都注意这个事 我想问问这个师傅 说是在两个省啊 两个省的那个公路 是呃 交界的那个收费站的那个地方 呃 都挂着这个巨幅的大的那个画 然后说是有一个省呢 画的画啊 是一个人在射箭 嗯 但是呢 只有这个工 剑没有了 就想言这个剑是射到那个省了 结果呢 那个省的交通部门感到非常紧张 我也画一个挂一个大画 挂一个城门和城墙 就是挡住他们省射的剑 你觉得这个有用吗 这个本来没有 可是在心里有用 哦 政府官也开心了 放心比较有用 对 这些心里作用比较大 如果我们 我们在风水上 要发纱啊 发纱啊 最好放一些无垠的 人家看不到 哦 可以 可以挡在了 哦 无形的东西 无形的东西 对 哦 这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学到 我们我们我们在门口放这个门石 这个呃 比如我们的门口就是武王道 哦 就放在这里 如果你放那八卦放什么东西的 人家对面看到你 就心里很不舒服 他们拿照妖镜照着我来不给你拜年来了 拿着照妖镜照一下 对 这个我放在暗藏放在这里 这个是好像一个炸 一个一个无形的炸 一个无形的炸 哦 哦 不要让他的坏的东西坏的东西进去 哎 那会不会把好的东西也得炸出去了 这个不会 这个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啊 专门 应付那个武王的 哦 应付坏坏的 坏的 就一个铜钱对付一个 是贿赂他们 这个武王 这个武王其实是青桥 五个最新 亲旺的皇帝 哦 留下了 留下来了 哦 天哪 这是有有威神力的 啊 有威神力的 是是是 哎 又又又婷你还关心什么 过年 我现在关心健康 健康 健康刚刚刚说了 不能往 东北 站是吧 啊 不是 你不要在东北的地方 啊 停了太久 我现在决定一直往西方站了 往西方 西方也有桃花 整个一零年我就是西方站了 对对对 我就一定跟台里建议派你去阿富汗 对对对 我真的觉得是这样 我们下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马师傅你刚才讲的很好就说我们在房子里啊应该摆这个摆那个就有福气了哈 嗯但是这个首先我们的有房子 哈哈哈 现在 你像大陆现在 春节大家都会关心啊 这个房价是涨啊涨啊涨啊一直在涨 那么有些人就问啊 到底会不会崩盘呢 再这么涨下去 或者说 什么时候入场最好哎 对啊 不会被套牢 要不要投资啊 在200910 房价 房价 呃 涨 是正常的 因为 职丑年 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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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就是 建筑嘛 土 建筑就是 这叫房价 那涨 就是正常的 是 可是那 2010年 这个 耿人 这是一个金一个木 对 两个就是对土不利的 哦 金和木 金和木两个都是对土不利的 所以我对啊来年这五年这个地产五年的地产不太乐观 因为了金这些土生金也是吸气 下面的木木刻金啊木刻土 哦 也是也是对土不利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他这个价格不会再涨了 还是说会会会崩盘呢 什么的 会不会大奔盘的是不会太涨啊 会慢慢向下调整 向下调整 哎呦我还真是我也听到一些议论啊 说是这个2010的房地产可能就是淡净 嗯 是不是这么讲 嗯 不过一个地方有一点厉害 有一定 另外 哪里 就是上海 上海 上海啊 为什么 这么说 因为上海就在我们的盘上面就是在东北方 在东北方 那不是闹病的地方吗 嗯 这个东北方虽然肉病但是它是八百 就是土生最旺的地方 哦 土到东北二二号方位 二号方位 对啊 嗯 它它是二十年了 从二零零四年 自二零二二三年了 这个二十年地图最旺最旺的地方 不走的在东北方 就是东北方 哦就是我们现在在香港嘛 从我们的方向看出去就是东北方啊 对 对吧 你要是在北京呢 就是东南方 嗯 这个怎么看呢 这个大方 大 好像我们比如一个 呃地图 对 这个中国地图 拿一个中心点 再发 哦 按照这个推导出来的 所以又停啊 赶快去上海买房子 是吗 上海的房子倒是能一直涨 对 是 那但是也是 那个不合一些会放货 放慢的 会放慢 就放慢 个都放慢 OK 但是房地产您说会往下调整 那表示是入场的好时机 那买在哪儿 会是比较在一一年一二年以后 它可能会往上走了的 有没有这样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TCL地球宣言 是 Information komme 的 这 appeared 你 这是 这 这 有 你 你 因为 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